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一个加号 添加于轨道 那个素材 点击 点选你要的 素材的位置 如果看不到怎么办 然后就加可能放大看一下 空镜头 空镜头 我需要空镜头 然后到最前面位置 看到分隔线 左键按住它 右推 后面一样看到分隔线 左键按住它 反正推 变到你那位置 翻掉 后面一样看到分隔线 左键按住它 反正推 变到你那位置 翻掉 然后看到线性 把它点下去 灰色有显示 黑色的地方是无显示 看到圆圈圈 左键按住它 不要放了 往右推 往前推 可以做出旋转 翻掉 圆圈圈的旁边 按住它 前推 推你要的位置 第一个素材我们就做好了 第一个素材我们就做好了 第二个 先加一个轨道 看到这个 轨道 手键按住它 反正推 翻掉 选你要素材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 先加一个素材的位置 看到分隔线 左键按住它 往右推 到轨道线的位置 好了之后 左键按住它 到前面 翻掉 对起 第一个轨道 翻掉 点准备 同板中的 镜面 看到圆圈圈 左键按住它 旋转 翻掉 翻掉 放到这两个 给放大 给缩小 推 去它 翻掉 第二个轨道就是完了 我們要第三個 尖叫的軌道 加 點選剛剛的軌道 首先按住它 往上推 下去上面 翻掉 選好你要有素材的畫面 到頭的位置 這個分割線 左邊按住它 往右推 到軌道線翻掉 這個軌道 按住它 往前推 跟下面這兩個軌道 各齊 後面不要 各齊完成 第三個軌道 我們點擊它 按線性 圓圈圈 首先按住它 轉 轉 轉掉 旁邊按住它 往前推 沒有對到 再轉 往後推 對齊 轉掉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實際上看一下 完成之後 添加一瓶 需要的音頻 轉加 增加一樣的模板 拉長 對齊 就完成了 第二個一樣 我們要做出剛剛的Vlog開產效果 我們實際操作給大家看看 我們點線性 圓圈圈圈 左邊按住它 不要放 旋轉 然後到你要的位置 轉掉 圓圈圈圈的旁邊 左邊按住它 轉推 到你要的位置 轉掉 與環球加C 複製 然後點擊旁邊 環球加V 複製 對齊 然後點第二個軌道 一樣要有白色框框才代表點到 我們點 界面模板 跟剛剛第一個Vlog很像 一樣 點圓圈圈 左邊按住它 不要放 左邊旋轉 這兩個一樣可以縮放大小 好 要露出黑邊 好了之後 轉推加C 複製 就是 關切旁邊 點就加V 接上 登録 這個 好了之後 畫面版面的線性 圓圈圈ach部分 點它 然後轉一下 換掉 換掉點旁邊 成推 這樣就 第一個步驟完成 我们来到第二个步骤 我们点选第二个轨道 看到时间线,这边有时间 看到这个分隔线 我们左边按住它 往右推 到一点 比如说我要18秒 比如说我要15秒 换掉 看到第三个轨道 按这个数字 按这个分隔线 我要30秒 29秒 断掉 然后我们给第一个轨道 先加一个 动画入场 向下滑动 第二个轨道 我们点它 先加一个 向下滑动 第三个 点它 先加你要的 步骤动画 比如说我也是向下滑动 你有点到入场的话 这边会有白色的线 代表效果 好了之后 我们看效果 这样就做好一个开场的Vlo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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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